我們現在好了之後呢 一樣先回來剛剛這邊 那這裡我系統控制我就拿掉了 那我把程式先停掉 上面這個開發板我先暫時留著 可是我先把它停用一下 這樣OK 好這樣就不會影響我先放在下面 好的 那我們現在呢再拿一個開發板出來 一樣拿出來 Smart 也是Wi-Fi 那我這一台的是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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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不適合用按鈕 我們用文字來看 好用文字來看 所以呢 右手邊這裡是有文字 那超音波的部分呢 你要 因為它不斷執行 所以它必須要放在這個裡面 有沒有 這個積木裡面 好 好 那每500毫秒 就0.5秒回傳一次 我們就先來這邊 把它所測得的距離 在顯示這裡 這裡的顯示是指什麼 顯示到右手邊這個欄位 這裡 好 那我要顯示什麼內容呢 超音波 擷取到的距離 不是這個 這個 有沒有 它所擷取到距離 那我們就先Play看看 看看你的超音波能不能正常的使用 這裡 這樣你就可以先試看看 那一般我們超音波這個距離的話 應該是 0到200 大概兩公尺以內 好兩公尺以內 所以你可以先 測試看看 看看說 這樣子有沒有 如果你滑鼠 就是手 有擋到這個數字有變化就OK 如果沒有 可能就要看一下 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OK 來先 還給大家 如果您的都OK了之後呢 這個 我們就來試看看 這裡我把它先啟用一下 可是我現在這裡 我要改一下 就是說 我們現在是不是有兩個開發板 好 這個只能一個老師玩嗎 兩個人都寫就沒辦法一起來 就是一個人寫 一個人負責提供設備 那 你看我們剛剛是 多個人控制 是不是要協同控制 現在不是 是不是多個裝置要連在一起 要串連 對 所以我把這個地方勾起來 但是呢 勾起來之後 我們的程式不用寫在 就是 就是執行的內容的部分 硬體是在這邊 但是內容不用在這邊 因為 你看我們開發板 還有另外一個 有沒有 串連完成 也就是這兩個裝置 都連上網路的時候 你要做的動作 是要寫在這裡 那 這個它所提供的是 只有這個裝置 對不對 這個我也拿出來 像這樣子 串連完成 這個 執行的內容是在這裡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判斷一下 如果它的距離 小於多少 我的LED點舉證 就顯示什麼圖形 這樣可以嗎 好 那這個我先 丟掉沒關係 先丟掉 好 我們來這邊 如果 如果的判斷在哪 基本這邊 基本呢 裡面有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 什麼事情 那 不成功 就是否則有沒有 就是那個齒輪 把它丟出來 好 我們現在有這樣的 我們來看 如果 它擷取的 這個 判斷是在這邊 就是在邏輯的下面這個 等於有沒有 這個地方有時候 容易搞錯是 找到數學室裡面這個 哈哈 就是 這個不是只有同學 我們有時候 就是有些 剛才用很容易 混搖 丟進來 那 我所擷取到的 你也可以從這邊 借用這樣去 但是這個 我要先弄進來 忘記了 因為超音波 是不斷的 不斷的擷取 那距離會變 所以 我必須要把它框框 如果要判斷在裡面 要判斷在裡面 所以 我現在呢 如果 它所擷取到的這個距離 我也可以用複製的 小於多少的時候 或小於等於 多少 那這個是一個數字 數字就必須要找 數學室裡面這裡 積木的 有時候這個來講 我們用打的是很快 但是 積木的反而 稍微比較麻煩 因為你要確認好累點 比如說我小於 50公分 那 它就顯示 什麼樣的 LED的圖形 那我們就找到 LED 原件的 這裡面 比如說 我用這個 好了 這個形狀 那 拿掉 有沒有都跟剛剛一樣 對不對 那你就看 你要怎麼樣的形狀 看一下 好 太近了 9可以 那如果 不成功 就表示它大於等50 當然你可以做 再多一層的判斷也可以 我們現在先單純一點 我們就OK啦 這樣 所以這樣子 你執行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看看 我的LED 這個 這個距離 因為我們這邊 是不是有顯示出來 對不對 那你就用手 去擋一下 不過因為用超音波 如果你用手 有時候會 它也會穿透嘛 所以最好方式 還是用一個板子 這樣就是會比較 有時候你用紙 或者是那個 這樣去弄 會比較OK一點 那這個部分 就給老師先稍微試看看 好不好 所以您記得 如果要做 裝置之間的互動 裝置之間的互動 開發板那邊 只有 提供硬體 只有提供硬體 真正要執行程式的 在哪裡 開發板串聯完成那邊 開發板串聯完成那邊 去加上程式 老師這樣玩過之後 有沒有發現其實 就是 Web Arduino 你看我們 不到兩個小時的時間 是不是就可以玩很多 跟Arduino 比起來 是相對速度比較快 那反而是說 你要應用在哪裡 像我在學校裡面 我會比較常去分享就是 同學 都有上過什麼 包裝課 展場設計 可是他們不會這些硬體的 但是他們的優點是 他會自我包裝 所以他可以把這些 所謂的感測器 包裝在什麼 他們想要放的那些 碗的那些東西裡面 那這樣就可以有 比較不一樣 因為包裝也很重要 我們現在玩的是赤裸裸的東西 老師要戴試穿嗎 我在試穿 我戴試穿 對對對 所以其實這些就是可以 像這樣玩 那我們今天上課 這個影片 我整理完之後 會再給主任這邊 所以如果老師有需要 回去可以再看一下 齁